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加拿大利率上升的最后阶段 值得考虑的七个加拿大房地产投资信托 Rights OpenAI正在与投资者进行谈判 出售现有股份 亚马逊拥有一种贫穷人的垄断地位 Costco超过季度收入和利润预期 得益于稳定的食品需求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在加拿大利率上升的最后阶段 值得考虑的七个加拿大房地产投资信托 Rights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ights面临着高利率 资产价值贬值和房地产市场不确定性等挑战 这导致许多投资者转向固定收益投资 然而 当前的市场条件可能为某些Rights提供机会 为了确定这些机会 投资者应考虑财务健康状况 相对内在价值的估值 股息收益率和历史股息增长等因素 本文提供了一份符合这些标准的加拿大Rights列表 以及有关其股息增长 收益率 财务健康状况和诚心评级的详细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 进一步的加息和经济不确定性仍可能影响Rights 因此 投资者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 应进行自己的研究 晚间新闻 安东尼、罗塔辞去加拿大厦议院议长职务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众议院议长安东尼、罗塔因邀请一名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纳粹部队的人到国会大厦而辞职 罗塔为邀请98岁的亚罗斯拉夫红卡道歉 他在乌克兰总统弗拉基尼尔·泽连斯基访问期间 称其为乌克兰英雄和加拿大英雄 包括自由党的梅拉尼、朱利和卡琳娜 郭尔德在内的各党派议员 在罗塔的评论引发欢呼和起立鼓掌后要求他辞职 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称这一事件对国会和加拿大来说非常尴尬 罗塔自2019年担任议长 并在2021年连任 想要收看第二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吗 以下是观看方法 英国独立报 第二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将于周三晚上9点东部时间举行 辩论将由斯图尔特、瓦尼、达纳、佩里诺和伊利亚、卡尔德龙担任主持人 辩论将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福克斯商业频道播出 同时也可以在该网络的网站和其他流媒体平台上观看 辩论将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 共有七位候选人符合参加辩论的资格 包括罗恩、德桑蒂斯、维维克、拉马斯瓦米、迈克、彭斯、蒂姆、斯科特、尼基、黑利、克里斯、克里斯蒂和道格、伯格姆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不参加辩论 第二场共和党辩论 美联社 第二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将于周三晚上九点东部时间举行 辩论将由福克斯商业新闻网主持人斯图尔特、瓦尼、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达纳、佩里诺和优必选主持人伊利亚、卡尔德龙主持 辩论将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福克斯商业新闻网以及该网络的网站和其他流媒体和数字平台上播出 辩论将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视频分享平台Rumbo合作将辩论进行直播 辩论舞台上将有七位候选人 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不参加辩论 Costco超过季度收入和利润预期得益于稳定的食品需求 路透社 好市多批发公司报告显示 其季度收入和利润超出预期 因为消费者继续在其商店购买更便宜的食品杂货和其他必需品 该公司在报告季度的会员费收入增长了13.7% 而总收入达到789.4亿美元 超出分析师的预期 好市多在消费品销售方面取得了强劲增长 包括新鲜食品、糖果和糕点等 这有助于抵消对非必需品的需求疲软 该公司更好的产品采购和成本管理 也为其强劲的利润做出了贡献 美国选举季节不是人民币和日元贬值的时机 日经亚洲 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美国日益关注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指责中国操纵货币的指控 这不仅对中国有影响 也对日本有影响 因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下跌 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寻求为美国的挑战找到责任 美国可能会将日本卷入争端 对于东京来说 将汇率稳定在一个底线上 以使日本免受即将从华盛顿发起的政治风暴的影响 符合其利益 OpenAI正在与投资者进行谈判 出售现有股份 消息人士透露 路透社 据报道 人工智能AI初创公司OpenAI正在与投资者 就潜在的现有股份出售进行谈判 这笔交易可能使得微软支持的该公司的估值 达到800亿至900亿美元之间 使其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私人公司之一 由于对AI初创公司的热情高涨 以及其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成功 OpenAI的价值将几乎翻了一番 AI行业正吸引着许多知名投资者的重大投资 最近还有几家初创公司获得了资金支持 OpenAI尚未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 圣迈克尔医院和斯卡伯勒健康网络 获得2650万加元的心理健康捐赠 多伦多星报 斯莱特家族基金会宣布向加拿大的19个组织 全国慈善机构 社区服务和医院捐赠2650万加元 以支持和扩大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 这笔捐款是对疫情对年轻人心理健康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回应 包括抑郁压力和焦虑的增加 这些资金将用于改善有需要的年轻人的心理健康资源和支持 这笔捐款是对多伦多卫生官员警告的回应 他们表示目前学校的心理健康支持可能不足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研究表明 疫情对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初的女孩的心理健康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响 自残和自杀念头的比例增加 这笔捐款凸显了支持紧张的儿科医疗系统所需的更好资金 随着华尔街下滑 家园创下8日低点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投资者情绪下滑 加拿大环对美元走弱 抵消了批发贸易和工厂销售的增长 加园对美元的交易价下跌了0.5%至1.3518 为9月18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加园对投资者情绪的变化非常敏感 因为加拿大是主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国 包括石油 油价收于每桶90.39美元 上涨了0.8% 受到供应收紧预期的支撑 亚马逊拥有一种贫穷人的垄断地位 路透观点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最近对亚马逊提起了一项反垄断诉讼 指控这家电商巨头从事垄断行为 诉讼称 亚马逊强迫商家使用其履约服务 才能参与其Prime服务 将自家产品置于竞争对手之上 并收取不公平的费用 然而 尽管监管机构对亚马逊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忧 投资者的信心却不如此 过去十年间 亚马逊的企业估值 与预期吸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的倍数大幅下降 而竞争对手沃尔玛的估值仍然强劲 此外 亚马逊在零售业的实力 并未转化为持续的利润 而旨在帮助该公司 在实体零售领域与沃尔玛竞争的交易 也未能取得成果 拥有不同成本结构的中国竞争对手 也开始侵入亚马逊的市场 目前尚不清楚 FTC能否成功在法庭上 挑战亚马逊所被指控的垄断行为 但投资者似乎对亚马逊 在零售业的主导地位的可持续性 产生了质疑 拜登特使指责亚马逊 使用强制手段维持垄断地位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主席琳娜 和指责亚马逊 使用惩罚性和强制性手段 维持其在线市场垄断地位 FTC和17个美国州 起诉了这家科技巨头 声称它保持高价格 并迫使卖家使用其配送服务 监管机构声称 亚马逊提供偏袒 自家产品的推荐和搜索结果 即使它们质量低于 竞争对手的产品 此外 FTC还声称 如果卖家在竞争对手的网站上 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产品 亚马逊会对其进行惩罚 随着华尔街9月份的下滑加深 奥交索预计将下跌 悉尼先驱晨报 华尔街正在经历9月的低迷 股票下跌至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5% 道琼斯指数下跌1.2%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 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导致股票和其他投资价值下降 此外 对美国政府停摆 油价上涨和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担忧 都对股市产生影响 尼日利亚参议院在货币暴跌之际 确认了新的央行行长 金融时报 尼日利亚参议院已批准任命奥拉耶米 卡多索为该国央行行长 卡多索曾是花旗银行的高管 他将接任5年任期 面临尼日利亚奈拉 对美元汇率不断恶化的严峻局面 新行长面临的重大挑战是稳定奈拉 该货币在过去一个月中暴跌至创纪录低点 卡多索的首要任务 是清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 欠下的约68亿美元的债务 Center Bridge与富国银行合作 推出直接贷款基金 路透社 私募股权公司Center Bridge Partners 正在与富国银行合作 推出一支直接贷款基金 该基金名为Overland Advisors 旨在以至少50亿美元的 可投资资本为目标 主要形式为向非赞助客户 提供优先担保贷款 目前 直接贷款市场主要由 私募股权公司主导 他们正寻求扩大在该领域的存在 因为中型银行收紧贷款标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